马尔古福音 第十章 耶稣从那里起身 来到犹太境界 约旦河的对岸 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 他又照常教训他们 有些法利塞人前来问耶稣 许不许丈夫休妻 意思是要试探他 耶稣回答他们说 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 他们说 梅瑟准许了写修书修妻 耶稣对他们说 这是为了你们的心应 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 但是从创造之初 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所以天主所结合的 人不可拆散 回到家里 门徒又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 谁若修自己的妻子而另娶 就是犯奸淫 辜负妻子 若妻子离弃自己的丈夫而令嫁 也是犯奸淫 有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 要他抚摸他们 门徒却斥责他们 耶稣见了 就生了气 对他们说 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 不要阻止他们 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 接受天主的国 绝不能进去 耶稣碎抱起他们来 给他们副手 祝福了他们 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 跑来了一个人 跪在他面前 问他说 善师 为承受永生 我该做什么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善 除了天主一个外 没有谁是善的 借命你都知道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不可欺诈 应孝敬你的父母 他回答耶稣说 师父 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 耶稣定睛看他 就喜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样 你去 便买你所有的一切 施舍给穷人 你必有宝藏在天上 然后来 背着十字架 跟随我 因了这话 那人就面带愁容 忧郁地走了 因为他有许多产业 耶稣周围一看 对自己的门徒说 那些有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 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 孩子们 仗势钱财的人 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呢 骆驼穿过针孔 比富有的人 进天主的国还容易 他们就更加惊奇 彼此说 这样谁还能得救 耶稣注视他们说 在人不可能 在天主却不然 因为在天主 一切都是可能的 伯多禄开口对他说 看 我们舍弃了一切 而跟随了你 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 为了福音 而舍弃了房屋 或兄弟 或姊妹 或母亲 或父亲 或儿女 或田地 没有不在今时 就得百倍的房屋 兄弟 姊妹 母亲 儿女 田地 连迫害也在内 并在来世 获得永生的 但有许多再先的 要成为再后的 再后的 要成为再先的 那时 他们在路上 要上耶路撒冷去 耶稣在门徒前头走 他们都惊奇 跟随的人 也都害怕 耶稣又把那十二人 带到一边 开始告诉他们 那将要临到 他身上的事 看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于 司祭长和经师 他们要定他的死罪 要把他交给外邦人 这些人要戏弄他 拓污他 鞭打他 杀害他 但三天以后 他必要复活 赛博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旺走到耶稣跟前 对他说 师父 我们愿意允许我们的要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 他们回答说 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你们能饮我饮的绝吗 或者 你们能受我受的喜吗 他们对他说 我们能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饮的绝 你们必要饮 我受的喜 你们必要受 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给谁预备了 就给谁 那十个听了 就开始恼怒雅各伯和若旺 耶稣叫门徒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在外邦人中 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 有大臣管辖他们 但你们中间 却不可这样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 就当作你们的仆役 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 就当作众人的奴仆 因为人子 不是来受服侍 而是来服侍人 并交出自己的性命 为大众做赎价 他们来到了耶里哥 耶稣和他的门徒 即一大群人 从耶里哥出来的时候 有一个瞎眼的乞丐 即提玛的儿子 巴尔提玛坐在路旁 他一听说是纳撒类人耶稣 就喊叫说 耶稣 他为之子 可怜我吧 有许多人就斥责他 叫他不要作声 但他越发喊叫说 他为之子 可怜我吧 耶稣就站住说 叫他过来 人就叫那瞎子 给他说 放心起来 他叫你呢 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 跳起来 走到耶稣跟前 耶稣对他说 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 瞎子说 师父 叫我看见 耶稣对他说 去吧 你的信德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